你们俩就干嘛就偷偷 哎 胡聊起来了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一期直播呢 给大家带来就是说 我们去聚会的时候要玩什么游戏 然后同时呢 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呢 怎么和我们的女孩子 哎 能够更拉近一些关系 这样子阿杰我们今天也是 今天见到的是第几个女嘉宾呢 四个 第四个女嘉宾呢 那给她取一个小名吧 哇 你的气场太强了 阿杰都被吓尿了 你确定 你好 我叫阿杰 你好 我叫仙女 为什么牵着我的手不放 为什么不放 你说为什么不放手 为什么不放手 之前的女孩子叫来 都是跟你一样很累了 多跟这样的女孩子认识 好吧 入庄 要学会先和女孩子对视 对吧 先大方的看着女孩子 你看今天女孩子多大方呀 来跟我们的仙女先对视 她不看我这么办 她不看你 她要看你 知道吧 现在阿杰可以了 女生先笑了 五秒的 还有五秒 想要跟女孩子这种一起相处 可以点我们的关注 然后我们手也有我们的 这个群 粉丝群可以来进来 领取干活 你们俩就干嘛 那个就偷偷胡聊起来了 她在研究我的特点 以后跟女孩子说话 我今天教你一个最大的一个技巧 就是你要说一句的话 你要想到后面几句 比如说你今天想要问女生是什么星座 你就应该要提前想好 当她说什么星座过后 你该怎么样回复 还有就是一个干货 当你不会跟女孩子聊天的时候 怎么办 去看电影 两个半小时一句话都不用说 在看电影的过程中 女孩子不是要跟你说话吗 你说看电影吧 然后看到一半 对吧 就千奇小时 她说你干嘛 你说看电影吧 学会了 学会了 那除了看电影以外呢 就是这种社交场所中间 我们一定要学会玩游戏 好 那么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个场七 这个游戏应该怎么玩 就是说叫到七 或者七的倍数 你就要用拍掌 拍手来代替叫数字 大姐 玩这个游戏 你的目的不是在中间耍宝 你的目的是要通过玩这个游戏 来吸引女孩子的注意 怎么去吸引女孩子注意呢 就是要跟她设置难题 对不对 为什么我要在那叫六 因为下一个就跟她拍手 特意挖坑给她 而且她拍完手过后 你要到拍手是七 就是七的倍数过后了 就是你很久才会轮到你 好 我来给大家讲一下 随时卧底这个游戏 很简单 我们每个人会发一个身份给你自己 你自己知道这个东西 然后你就要说 但是又不能明显的告诉大家 我们四个人中间有一个人的词语 跟其他三个人的词语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们要猜谁是这个词语不一样的 我们毕业 来阿杰毕业 不准偷看 不准偷看 都不准偷看 不准偷看 OK 我每天都要喝的东西 你要形容你是能喝是吧 嗯 OK你 它是可以流动的 可以流动的 它是装在杯子里的 你指的谁 你指的谁 你指的阿杰 你指的阿杰是吧 对 OK来我来猜一猜 我得胜利 我得胜利 我得胜利了吗 对我得胜利 我得是阿杰是吧 他是咖啡 我是咖啡吗 对你我得胜利了呀 你们都不是咖啡吗 我叫我饮料 你们是饮料 是吧 哎呀 阿杰喜欢谈恨这种类型吗 喜欢 可以哭 大声点说出来 喜不喜欢 喜欢 我 又来爆了 又来爆了 哎呀 你说完喜欢你应该爆他 你现在 你最喜欢的是谁 最喜欢的是谁 嗯 最喜欢是谁 最喜欢王欢宇 是那个是吧 你的内心的想法 真实的想法 哎 这份喜爱之情 啊 来我们给 跟我们的 堂堂 小仙女 看着她的眼睛 啊 用一分钟的时间 来真诚的 表白 很开心认识你 很开心认识你 我也很开心 今天跟你在一起做节目 今天跟你在一起做节目 学会了很多 学会了很多 希望你下次有空再来 希望你下次有空再来 好 下次你就叫我 阿姐这个 有没有信心在三个月 找一个堂堂这样的女生 当女朋友 有 有信心 嗯 那我们来一句 最后的结尾 结尾词 幻想无数 不服就干 不服就干